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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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lip 我喜欢辅助我的头发 对我说 没想到 这么小小的人儿 还有一头这么长 这么黑的头发 真是让朕爱傻了 朕主子 既然皇上这么喜欢您的头发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发 绣个肖像送给皇上呢 头发也能绣 能 叫发绣 音乐 兰兴 你帮我绣 好 老爷 这是您要的五十两银子 您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买残丝 买残丝 我们不做残丝买卖 别问那么多了 去忙吧 是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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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这次是怎么回事啊 他以前支取碎银子 不会超过三十两 这次怎么支了五十两 是不是大缺货啊 大缺货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哦 五十两 怎么样 想好了吗 一切好商量 这么说 这么说 钱带来了 你找个旧花子 什么 只是五十两银子 你还嫌少 你也太心黑了吧 你们孤家大名鼎鼎 钱财无数 哎 拿钱消灾 也要和你的身份相匹配的吧 哎呀 再拿五十两来 我拿这五十两 已经不好交差了 笑话 讲给人家听音 也要笑掉大牙的 你们孤家绣坊 难道连一百两银子 也拿不出来 明天再补五十两来 那不可能 不可能 那就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吧 哎 哎 哎 小诈 我去了 我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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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不舒服啊 啊 爹 有点累 那您刚才还出去 爹出去办事了 什么事啊 不要问了 爹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嘛 爹您一定有事的 爹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您告诉我 我是您的儿子 我来帮您好不好 儿子 没事的 爹没事 去吧 让爹爷 一个人先静一静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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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川明 姑姑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有点事想问问您 啊 我去厨房看看 好 来 有什么事坐下说吧 你啊 你啊 我是谁啊 你是谁 川明啊 你看你这话问的 你是我儿子呀 你 我是你亲生儿子吗 当然是啊 可是有个女人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是被调换来的 娘这是真的吗 胡说 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那个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 爹说 她是在敲诈姑家 你爹也知道了 嗯 嗯 她给爹写了封勒索信 娘 娘你怎么了 啊 川明啊 你记住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是 娘的亲儿子 娘 我知道了 这家人是空的 虽然是空的 楼子 我说你 没有人不想 妈妈 他要不走 你要的银子 那么没必要 我们老地方见 你老 Transform 你在等谁 我在问你呢 你是不是在等姑老爷 你是谁啊 给你写信的人 你是孤老爷家什么人哪 我是孤老爷的儿子 什么 你是他儿子 你就是 没错我就是 我就是你在心里敲诈的 那个所谓被调换的儿子 我没有敲诈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你胡说 这一定是你编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谎话 我就是你的接生婆 你去打听打听 十几年了 这村村阵阵的 谁不知道我高秀英就是接生婆 当年哪个孩子不是我接生的 那我是 你就是夏河村豆腐神老婆生的孩子 夏河村豆腐神 是 沈家 哪个沈家 就是夏河村那个姓沈的外来户 孤家当时生了个女儿 要我换个儿子 当时你娘正临盆叫我去接生 这样我就顺顺当当的换了 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情 你为什么现在要来个斗底番 我有报应啊 我们家家破人亡 你们孤家现在风风光光的 我现在要几个小钱 错了 好 好 只要你不说出去 你要多少钱才更闭嘴 不多 一年只有一百两银子 你这是在敲诈我们孤家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 你叫我不狮子大张口也可以呀 你要给我银子 你不给我银子 我现在就要狮子大张口了 乡亲们 你们知道吗 孤家的儿子 是夏河村豆腐山老婆生的 是夏河村豆腐山老婆生的 知道吗 你不要叫了 我偏要叫 乡亲们 你们知道吗 你 小的小 你不要叫了 不要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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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小的小的小子 杀人 别走 小心 人 别走 快去 啊 还我命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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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顾家的责任要我来承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对不起 爹 你怎么不走啊 这几天突然太平了 那个接生婆也不来信了 她这吧不敢了吧 也许吧 不过这销声匿迹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但愿她永远都销声匿迹 但愿她永远都销声匿迹 快点去看看 有人死了 在哪儿啊 你们死了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去在前面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怎么怎么死呢 怎么怎么死呢 怎么死呢 就是 这经过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不是有意的 爹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不是有意的 你害了一条人命 你知道啊 爹 我怎么办啊 这个地方你不能待了 你赶快走 走 往哪儿走 去读书 越快越好 好 那我今天 不 我明天就走 等等 你不能一个人走 让萧萧陪你一起去读书 这件事情 看起来 像家里人一块商量着做的 爹 我听你的 沈大哥 今天你又听了些什么新鲜的事吗 今天听有个人讲个言父翻译的天眼论 讲得太精彩了 听眼论 嗯 听眼论是什么呀 他讲 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 讲一个国家要富强 民族要强盛 就必须要进行变革 太有用了 太激动人心了 哎 改天 你陪我一块去听吧 我又不懂这些 还是你自己去吧 嗯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还是你来讲给我听 好吗 晓晓 晓晓 这些日子 多亏着你帮我娘做事 我才有时间去听演讲 那是我应该做的 沈涛哥 我知道 沈涛哥将来是要做大事的 以后要闯世界见大师面 你会不会把我给忘了 晓晓 你怎么能那么想啊 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走多远 你永远都是我心里最挂念的那个人 你永远都是我心里最挂念的那个人 可是 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这个世界 就必须要经历一些无奈 可是将来 我会走到哪里 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我自己都不清楚 可是我又不想你为我担心手怕 为我受委屈 好 沈涛哥 我知道我再怎么说 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理想 你放心 小小我绝对不会做你的绊脚师 要是你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好好地保重你自己 就算是为了我 物竞 天择 乃自然之规律 人类社会亦是如此 强者智者获得生存 而弱者愚者则将遭到灭亡 中国社会如果再不变法更新 则无法逃脱弱肉强食 弱国先王的亡国厄运 所以我们国人当自强保重 与天争盛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对 好 严先生 你说得太好了 我注意到你经常到这里来听讲座 敢问尊姓大名 我叫沈涛 希望严先生以后能够多指教 不客气 沈涛 一会有机会我们可以经常交谈交谈 好 谢谢严先生 来 请 好 好 娘 在看什么呀 在等沈潇吧 笑笑帮娘干活那是客气 你以为真是你媳妇啊 天天来 她天天来 这一不来吧 心里还挺空落落的 笑笑啊 是个好姑娘 能不能娶她做你的媳妇啊 那得看你的造化 娘 你放心 总有一天 我用八台大叫把她抬到我们家来的 那好啊 娘在梦里都会笑醒的 笑笑 笑来了 沈涛哥 你好 这次来我是向你们告别的 告别 你要去哪里啊 我和表哥要到城里去念书了 念书 嗯 表哥很想到城里去念书 这次舅舅终于同意了 舅舅也很疼我的 所以让我和他一起去 啊 念书好 念书多长脸之事 笑笑啊 你早点 便会想你了 娘 我会给你和沈涛哥写信的 笑笑啊 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嗯 沈涛哥 嗯 我就要去城里了 很久都不能见到你 我 我 笑笑 读书是好事情 我支持你 再说了 我又有空就会去城里看你的 你答应我的 一定要过来看我 嗯 你什么时候走 我去送你好不好 嗯 嗯 你一个人在外边啊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知道吗 别让爸爸妈妈担心 知道 嗯 儿子 你到外面去读书 要学会照顾自己 冷暖要当心啊 放了家 就回来啊 嗯 嗯 娘 你多保重 嗯 笑笑 你要记得舅舅对你的恩情 平时都照顾你表哥 听见没有 嗯 嗯 笑笑 这次出去读书 咱要是能读 就多读几天 这要是不能读啊 咱就回来 啊 嗯 爹 你不要再烂读了 有空 还是帮舅舅 多照顾些生意上的事情 不要再让娘生气 好好照顾她 行 知道了 叔叔 decreasing 比封人喜庞 是吗 不 只需要 而大家 是吧 请 咱弃 这他们还要 lan 岩 我们是好兄弟 一路顺库 叶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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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要紧吗 不太好 脉相细弱 面色紫灰 病入膏肓 时间不会拖得很久了 大夫 无论如何 你得想办法救救她呀 我给她开个药方吧 病是治不好了 但能延长一段时间 哥 我去抓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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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干爹的手艺 你们下去吧 是 怎么样 看看干爹的手艺怎么样 还是干爹弄得妥贴呀 不是宫女没有弄好 是我女儿 心情不好 这心情怎么能好呢 你看那天 家里哥哥把我损的 太后也把我臭骂一顿 我一个肠子还不如格格 气死我了 别生气 有火嘛就发泄出来呀 谁敢跟格格发泄 除了格格不还有个沈蓝鑫吗 对呀 可以跟沈蓝鑫发泄 可是 他上面攀附着格格 下面攀附着孤淳源来对付我 那个孤淳源哪 他就要回家探亲去了 这一下 这一下他失去了靠山 我非得让他尝尝 活得厉害不可 我非得让他尝尝 我非得让他尝尝 别太着急 别太着急 机会呢 机会呢 有的是 有的是 你不是喜欢格格格那件 绣花奇妆吗 你何不让沈蓝鑫 也给你绣一件啊 对呀 我现在是常在了 可以拆遣人了 我非得好好拆遣拆遣 你个野丫头 瑶瑶 你绣的小猫真好看 很穿神 蓝鑫 你看这一面 这面也有啊 是啊 是双面的 对 这叫双面绣 瑶瑶 可以教我绣吗 好啊 不过 你得先教我画绣 就这样说定了 好啊 是怎么绣的 你看 就像这样 是这样 然后呢 像这样 蓝鑫 你过来 你过来 我会说 下次见 我会想 睡觉 你边 我会想 子 过来 我会想 你敢打我 你 放开 别打了 放手 别打了 再放开 别打了 你敢打我 别打我 别打我 别打了 放开 放开 放不放 放开 这屁丫头 你敢打我 这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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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放手 就你打架 成何体统 来啊 把沈蓝芯给我带走 这儿 慢着 两个人打架 为什么只带走一个 对不起 绿珠是常在 不归我管 但是沈蓝芯是绣女 她归我管 来啊 把她带走 好 走 抓到 抓到 把她打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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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老佛爷 您要替我做主啊 蓝星在大庭广众之下 与我撕扭打我耳光 让我在众人面前备受羞辱 那用符怎么开 回老佛爷 一个小小的绣女 竟然敢冒犯常在吗 往小处说 这是坏了功德的规矩 往大处说 那可是以下犯上啊 明显 这常在可是老佛爷您疯的 他冒犯了常在 就是冒犯了老佛爷您呢 所以按照祖宗的规矩 内务府的意见是 杀衣 请摆 还有谁 想说说话的 太后 事情应该有个前因后果吧 如果说蓝星以下犯上 我觉得并不恰当 绿珠不是常在吗 常在的衣物 应该由内务府来安排吧 据我所知 是绿珠擅自去玉秀方强求 争执由此而起 而且还是绿珠挑衅在先 把沈蓝星带上来 这儿 蓝星 蓝星给太后请安 你是不是跟绿珠打架了 回太后 是 你呀 一个小小的绣女 竟敢冒犯常在 简直就是胆大妄为呀 知错了吗 蓝星知错 错了可是要受惩罚的 蓝星愿意受到惩罚 蓝星是娘的亲女儿 是你的亲妹妹 果然有人下毒 你们是护卫队 你去死 未经许只要退休 我去愿意 稍是 我不会 她